唐妹尬野球 齁 你是在哭喔 唐哥你又在看什麼 他們現在日本球員啊 養樂多跟巨人 兩隊的先發球員都有得到新冠費 確診啊確診啊 都是明星球員 養樂多就勤募宣親啊 巨人隊就是玩家號 哇這個都是主力先發 什麼中島紅支啊 在拆紅 打完球結束的時候都跑進那個 歌舞伎店 而且還是盡頭一下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蠻可怕的 那先祝他們早日抗讀啦 這種以後比賽前 我們要不要帶一把鹽巴在身上 我們去撒球場 驅邪 蛤 驅邪有用撒鹽這種方式 對啊 撒出鹽啊 對啊 我跟你講 甲子圓很多都是這樣子 就一把鹽巴 就這樣撒 哇 這好像路人超能他師父喔 什麼東西 棒球場上還有什麼 除了撒鹽以外的迷信 球場上的迷信喔 有啊 就球具不要給女生拿 為什麼 對啊 就是怕打球就會不順啊 這樣子啊 我們怎麼了嗎 就有驚奇 有的球迷就是 喔 第九局的時候希望逆轉 所以帽子反戴 逆轉勝 有可能會有逆轉 再來就是 投手不要吃飛雷口香糖 還 喔 指定不能吃飛雷口香糖 因為飛雷廣告那個 那個飛雷那個廣告就是打全雷打 喔 對對對 其實很多禁忌啦還有什麼 投手投球啊 不要去踩那個 一壘線跟三壘線啊 為什麼 那就聽說踩的容易被打爆啊 可以跨過去不能踩 所以很多投手他都會用跳 就是跟那個去廟裡過門檻的概念是一樣是嗎 喔 接近啊 很奇怪的啊 有的球員什麼 投球錢什麼 不剪頭髮啊 對 帽子不洗的啊 蛤 好噁喔 就是你在連勝的時候 有那個氣你知道嗎 喔 我要去贏球 我要去贏球 沒有我這麼垃圾 我拿去洗 我靠腰 我都要收球 喔 運洗掉了 對啦 對 球具的袋子裡面感覺好像 應該有蛤啊 或什麼 微生物 微生物挺多 有的職棒球員就是 他們在比賽前一天 不行吧 哪呢 怕你就是 打擊會軟腳這樣子 喔 這是 這是我們至今就是 堂哥還生不出乾女兒的原因嗎 嘖 齁 這靠 這靠